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如果要咨询我 出品的X2 OADS教程 今天我们学习第三课 前面我们学习了关于Runch对象 它对Diangor的引用的一些基本知识 这几课我们来看一下 除了上一节课讲的这些基本方法有关 还有一些更多的变化 更多的变化 第一种变化就是 我们可以写个Runch 单一个区域 然后点后面还可以再跟一个单一个区域 但是它们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我就写个Runch A2到D4这个区域我引用了 对不对 然后点A1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这两个单一个区域 实际上它们之间是一个从属的关系 好 我们来分析一下 B2到D4 就是这个B2 到D4单一个 是这个区域吧 对吧 B2到D4是这个区域 然后在这个区域里面 在这个区域里面 B2到D4里面 这个区域里面 然后后面又跟了个A1 那么这个A1单一个是指的这个A1单一个吗 运行一下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意思就是选择B2到D4区域里面的A1单一个格 最后它选择了它 B2单一个 它怎么确定呢 实际上它把这个区域当做了什么样 重新定位的一个区域 那么在这个区域里面 它认为这个就是A1 这个就是A2 A3 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可以改一下 对方要改个B2单元格 那么如果重新定位以这个区域为准的话 B2单元格应该是这个 是不是 运行 自己就跳到了这里了 所以说这个是相对移动的写法 B2单元格 你看到是B2它不一定指的就是这个单元格 B2单元格 你得看看它的前面 那么它是参照前一个root单元格的左上单元格 就是以这个区域的左上单元格认为是A1开始算的 那么第二个呢 在论记地址区域中可以支持变量 比方说现在我对A把它复制为3 那么现在我写论记 然后引号双引号里边写个A 连接上这个后面这个A 那么合起来就是A3 合起来就是A3 就相当于是A3单元格 由于它是一个变量 所以你不能用引号去把它扩住 否则就变成字符了 那么字符与变量之间 我们要用什么样 用这个连字符把它连接起来 注意两个有空格 看一下 是不是A3单元格选择了 好 接下来看这个 这个的话是C3单元格到E5单元格 C3到E5 指的就是这个区域 在这个区域里面 它选择了2 2是什么意思 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区域里面的第二个单元格 那第二个单元格如果肯直走的话 这个是第二个 如果竖着看的话这个是第二个 那么至今是指的这个呢 还是指的这个呢 运行下我们就知道了 好 先把它放出来 按一下 是不是这个 那说明这个是它的一个所影值 它是很向走的 也就是在这个区域里面 它认为就是一个第二个第三 第四第五第六 它是这样看的 这样看的 那么这是关于它的变量支持 实际上在这个里面我们也可以写变量 那你就定一个变量 然后让这个数字不断变化 那么它以后的单元格是不是也会不断的变化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实际的例子 动态的查找 动态的选择 当起来这个区域 好 我看一下 就是这个 把它放小一点 先定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的话定为i 然后里面的内容就是 Application count a 然后计算C列到C列 它的已使用的单元格 那么就是这个 已使用了四个单元格 所以这个变量i肯定最后等于4 看一下 是不是 然后把这个4 附给了这个i 然后呢 后面第二句就变成C4单元格 看一下 是不是 一下就跳到这个单元格了 那么 这是最后一个单元格的方法 接下来呢 下面这句 我想选择 A1到最后一个单元格 就相当于A1到C4 你就可以这样来表示 A1到C4 是不是 就这样选择成功了 下面这句 意思是一样的 不过表达方式不一样 它没有用逗号 而是直接在一个区域就完成了 A1到C 然后后面这个i是变量 所以用一个连字符把它扔起来 A1到C4 它是用冒号来表示的 那同样也选择了这个区域 那么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下这一下 动态单元格区域的定位以后 可以用到单距的 可以用到单距的保存本实际工作中 举个例子说 如果我这个是个单距 我想将这个单距呢 保存到另外一个工作表 但是有的时候它的行 可能不一定呢 不一定每次都是四行 还可能只有三行 对不对 只有三行 那么有时候可能只有两行 它都可以选得中啊 你看这是三行 它就选三行 如果更多一点 它会选择更多 好 重新一行 你看是不是 会选择更多 然后选择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复制 然后来粘贴 当然这个复制粘贴 我们需要 需要它自己的内心 因为我们还没有 选这种移动复制的操作 所以这几个暂时做不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动态引用 它的好处了 是吧 好了这几个讲到这里吧 大家再见